我覺得在浩浩這邊應該就是 有點就是要強行壓制在這個戰力的身上 對 唉呦 這個 納塔亞不錯喔 有把拉茲的血量消耗囉 哇 這一發狙殺 六炭 有點 圍抗不住了 對 有點就是被狙的 需要叫隊友來了 是 隊友這時候就過來防防 是 四名殘血全部都往下扣 朗博很兇 直接貼到是蘇 蘇的話順已經繳了出來 回頭一個狙殺沒有打到六炭身上 但是整體來說OK 幫特安拉茲這邊做一個紓壓 真的要紓壓一下 哇 反倒在中路位置 浩浩這個手勺 加油 是克里納卡成功拿到了 但是後續的話隊友全都來了 把這兩個人頭安穩的給拿到手 哇 這個感覺是 拉茲不太知道說 刀鋒他們可能是往中這邊靠 但是前一個畫面是有看到的 是 這比較沒有這麼小心 沒錯的 再來看到是明明飛龍嘟哈 對方一個贊尼爾 在一個三等的狀況 成縣就直接往後面拉掉 但是游滅有點兇喔 哇 游滅真的來撈面了 對 而且我發現 我發現蛇丸他是真的 知道說他的二技是有盾的 對 他剛剛在刀鋒進去的那一瞬間 他是給二技給他一個盾 對 然後去扛一下這個塔 去扛那個傷害這樣子 而且本身 大 刀鋒大決過去是有減傷的 是的 這樣整體的配合 幫助了全民心隊這邊拿 可能會拿掉上塔 上塔 成功可以拿到手 而且其他成員也全部趕到囉 再繼續壓凱撒路 這條兵線的情況下 蛇丸的位置有底修 被回推了回來 回頭再扛了一下 浩哥這個時候 蛇丸交通手 訓告在尼爾再次倒下 哇 我發現蛇丸好兇 好兇 真的是 我是誰 我說幹就幹 他真的就是 一個塔掉了 他還不夠 他還是想要繼續再往裡面幹一下 他就是老司機要來當那個 亡命鴛鴦 沒錯 誰要當他那個partner 全部都來了 真的全部都來了 我看得出來他的企圖心 企圖心很重 對 好 這一波的入野 其實算時間點抓得不錯 因為畢竟剛剛都往上半步殺了嘛 對 好 這個馬洛斯的雷毛鎮 一壓到一段空氣之後呢 回頭看一下這個撕裂大地 有稍微控制到了 好 戰尼爾也飛了下來 這一波的戰況來說的話 個別開了一下招式啦 對 而且我發現其實 我稍微注意一下那個 蛇丸這邊他的 就是他的魔紋啊 跟他的裝備其實都有在這個版本上面喔 對 他應該撕裂大地之後搭配 他可能等一下會出海神 對 可能會出海神 之後再搭配那個惡魔覺醒 那個整個扛傷 直接搭配上去了 直接搭配上去了 對 好 又很兇喔 油面的 來到下半部 劍仁那個 直到速直接上去了 畢竟現在刀鋒3012啦 劍仁就是要往裡面就是先消耗一下 真的 對 左下角 來到大家看一下是我們 巧克力摩鐵本人 這是 對 這個就是巧克力摩鐵 對 他就是巧克力摩鐵本人 沒錯 是的 再來看一下在挑戰者們 現在目前想要打一個野區的概念喔 在克里納卡身上 在克里納卡身上 這邊是抓到對方克里納卡 但是還有一個位移的情況 但是撕裂大地是有敲到 雷魔震這波踩就踩得相當的好 賣油面的 扛不住的情況下 花星星倒下了 後續花納卡雖然要給予傷害量 但是挑戰者們的 這個combo支援速度 是來的比較快一些喔 對 而且其實 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刀鋒進去要刷的時候 因為畢竟戰尼爾的大招是減傷 這給整體會戰的那個 扛傷度又再往上提升了 是 所以這波的話刀鋒 沒有辦法去做一個收頭 對 比較可惜一點 有點尷尬 他被卡在那個 整個圈圈裡頭最深處啦 對 這一波的話挑戰者們 是 拉了一波經濟回來喔 而且經濟是反超了全明星 對 但是不用急 因為其實基本上這樣的經濟差 刀鋒在某一波 某一波會戰的時候會 對 可能滾起來之後這個經濟差 又會 整個就變成說是全明星這邊可以追得上 是 目前的差距的話是 幅度是小的 而且下半部的話 特蘭納斯還算是在安穩的發育 對 就兩邊射手其實都偏安穩了 沒錯 經濟的話也沒有落差到太大 是的 那刀鋒的話本身是跟克里納卡 有一點經濟懸殊 但刀鋒本身是一隻雪球角 所以就也要看他的發揮是什麼 對 因為其實蠻多部的話 克里納卡為什麼現在經濟好 就是因為他有幾波的會戰其實是沒有到場 他去收了蠻多的野區 甚至有入野刀 說得好 說得好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那你肯定要的 那 哎呀 C死亡 稍微的 被沖掉了 所以 讓我特別聽上一些歌 嘟�ru 哇 它 聯盟真抑 ¡ tragic! 因為毕竟看到全明星都在守這波的塔了 而且 orphaneeea甚至將你來的時間點恰到好處 這個繭商非常的漂亮 這就是詹尼爾可怕的地方 而且本身詹尼爾他又是帶周而復始的 他就算去親線死掉沒有關係 我還可以周而復始出來去幫助我另外一邊的隊友 打出一個很好的優勢 拿完了塔再親了一下小野怪 我們現在看到的話左下角就是特安娜斯 也就是西石王六探本人 對 對的 大家的話也是各方面陪伴的大家 沒錯 跟著大家一起來同樂 是的 好 後續來看一下在全明星的位置的話 大多多集中在中路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的話就是 因為畢竟也看得出來挑戰者們在壓中線了 那中線的話就是盡可能啊 因為現在有點經濟的差距 然後共享經濟的概念 對 而且基本上現在經濟其實有一定的落差了 全明星這邊其實還是要嘛你就放塔去做一個集結 是 趕緊的去打出一個破口 對 那不然的話就是這樣的情況下去的話 你就失去了刀鋒的優勢 是 因為刀鋒就是要怎樣 一直滾雪球 一直拿人頭 對 這是絕對要的 只要有一波或兩波 就是可能他平時沒有去做一個進攻或什麼的話 沒有搭配到 其實整體來說 挑戰者這邊的整體長起來的話 是刀鋒很難切的 是 對 而且又偏偏 偏偏挑戰者們選擇其實又有大坦 沒錯 那大坦其實刀鋒就真的難受 然後 在輸的位置的話又難切 沒錯 可能進攻的話只能往拉茲或者是 克里納卡去切一下 對 那其實我這邊會更期待就是在於夜叉啦 或者是說巧克力摩鐵這邊開到人 啊這邊有 哎呀四倍 克里納卡給蹲到了 但是來看一下 賣油麵的 可能會抓到對方的克里納卡 但是這個檢傷下舞太好了 但巧克力摩鐵回頭這個撕裂 到底時間控的不錯了 但是無奈就是人員過少 哇 這個就是在經濟上面有一定的落差了啦 對 對 傷害其實就已經有落差就在這邊就出現了 是 對而且 變成說克里納卡他是還有 贊尼爾的神死降臨做一個保護 對 對 說來就來 真的是說來就來 嗯 化幾瞎 那個直接大招移到那個人頭上上去了 這很可惜 我就看到巧克力摩鐵剛前面打得很兇 對 說乾 我就 這是後面 但是可能就是可能節奏上面就沒辦法 讓他就是說 對 怎樣就怎樣 有點乾不起來 對對對 你反而你想怎樣 對方可能就把你這樣 是的 是的 來看一下在籃區的位置 因為畢竟對方的話是已經拿下這個藍buff了 能不能這一壓雖然是沒有壓到人 但是身為一個坦的馬洛斯 還是可以去掩護一下隊友來實踐摩隆克爾德 對 欸 更正是凱撒囉 對 是凱撒 是凱撒了 那整體來說全明星對這邊真的會比較辛苦一些 是的 因為他們現在如果要處理到柯里納卡的話 對面還有所謂的拉茲跟輸這樣子的一個雙carry位這樣子 對 還可以當一個刺客 你看一下這邊浩哥你忍心嗎 人家浩浩呢 我以為他要直接就 我以為要一套了 我想說浩哥可能手機一幕會黑掉 黑掉喔 休息一下 對 因為左下角那個畫面就稍微戴一下 可能戴一下那個浩浩的臉 對 臉是怎麼樣 唉唷 來蹲的這邊不行啊 雙刺客的概念 再來抓到的是浩哥 死亡角度哪一關的下去 身為夜莎減傷開了起來 又成功保護出自己了 但是在中路的位置 一個人面對兩名成員就有點尷尬了 漂亮 這樣的破口就是我們想看到的 我們再來看到死亡的地也來了 剛剛瞬移已經繳過了 目標鎖定在刀鋒身上 但是刀鋒一個位移 直接拉到了塔下 安全地方 哇 這邊天空巨龍已經施放出來了 這個高地塔能不能收 巧克力摩鐵沒辦法 往前想要清兵 還是被對方人員給收掉了 此外沒關係 先去吃碗麵 然後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是中路兵線也進來了 挑戰這麼順勢